大家好,我是咪咪,欢迎来到我的烘焙频道 今天就让我来教大家用气炸锅做一个少油的港式吐司 一般我们在餐厅吃到的港式吐司都是油炸的,非常不健康 所以这里我用气炸锅来做 如果你家里没有气炸锅也可以用少油来煎 首先把面包边切掉 切掉的面包边千万别丢掉哦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来做另外一个小点心 接下来给面包涂上牛油和花生酱 然后把涂了牛油和花生酱的面包夹在一起 再把一颗蛋打入一个碗或容器里 碗的大小要刚好能放下一片面包 把蛋打碎 如果你喜欢牛奶 这个时候也可以加入一点牛奶 把面包放入蛋液里 让整个面包都沾满蛋液 你也可以轻轻摇晃碗 让蛋液自己沾在面包上 接下来把牛油刷在烘焙纸上 然后再轻轻轻地把面包放在烘焙纸上 然后再轻轻地把面包放在烘焙纸上 面包尽量放在中间的位置 预热器在锅180度烤5分钟 如果底部颜色不漂亮 可以把面包翻面再烤2分钟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刚才切下的面包皮 中火烧热煎盘加入牛油 然后把面包边全部放进去 不停地翻炒直到面包边沾满牛油 变成金黄色 如果牛油不够可以继续加 趁热加入一汤匙的糖搅拌均匀 如果面包变冷了就沾不上糖了哦 这个时候我们的港式吐司就已经好了 把它从气炸锅里拿出来 小朋友记得要请大人帮忙哦 放上牛油和草莓做装饰 然后再撒上一点糖粉 最后淋上一点糖浆就可以了 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出餐厅里的菜单了 别忘了还有面包条 好好吃哦 大家也一起来试试做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赞和订阅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